大批乘客擠在捷運月台 人潮一路塞到連通道 这里是台北捷運中校复兴站 三十号早上八点多 温湖县一辆往南港展览馆方向的列车 疑似因为列车故障 导致尖峰通勤乘客卡在月台 动弹不得 刚好我都没有打扰 有看过啦 我觉得还好啦 还好 还可以啦 对对对 迟到会有小孩的话会比较危险 台北捷运解续 当时因为列车无法自动行驶 行控中心请车上三百名乘客 下车换乘 才会有比较多的人在月台等待 不过并没有造成延误 但车友乘客在社群平台抱怨 表示中校复兴站转往文湖县 一路狂塞 原本三分钟就能走完的路程 多花了三倍时间 而且过程中 北捷行控中心不但没有广播 也没有任何说明解释 行控中心立刻安排车上 大约三百位旅客搭乘后续的列车 同时加强广播跟相关车站的人员疏导 维修人员初步研判是车辆的控制单元通讯异常 列车自我安全保护停车 至于列车异常的详细原因 将在营运收班后来相查 根据了解列车和轨道耗制之间 有多个模组单元 当时一次是其中的一个模组单元 讯号异常 列车才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停在原地 而北街每条线都有这样的保护机制 若真发生异常 驾驶可以自行处理 但文湖县属于自动驾驶 所以只能靠越台行控人员 疏导车上乘客 适逢上班接风时间影响人数不少 耽误时间难免影响乘客心情 华市新闻 方庭红席雨 Table的 你好 我是宋燕铭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